我只要推出的時候,就用本機來搬運 那通常是自己免用 那如果我們,我們東西裝進去以後 它是有一定的重量 那我們在工作當中,我們當然希望我們回去 儘量不要帶著職業山下去 所以種的東西,我們記得 我們蹲下來,讓它靠近我們的身體 這個時候小腹很好用 用小腹把重物提起 那看到,我的是要貼著我的身體 這樣對我們要最長的是最小的 那在傳遞的時候,如果有需要傳遞的時候 也是從我的小腹到學習的小腹 那盡量的靠近,然後盡量的就是讓這個重物是 靠近我們的身體 大腹 大腹喔 那如果 好,這是本機的使用 好,那有時候其實我們不知道 我們步道如果完成 有時候我們會步 我們需要灑一些樹葉 讓那個步道感覺好 就是一個不然變成的 有時候我們會用本機去 來樹葉,然後去省著的 然後灑土 都是用本機的 非常有趣 然後 這個也是我們很常用那個單元的工具 它可以自己再使用 也可以多用 那如果說,有時候東西不能夠 不是很重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 然後我看很多伙伴 躺在你肩膀上 那如果說,它是很重的東西 很大的東西的時候 那就是 兩個伙伴 那一樣記得 很重的東西 蹲下來 不是溫腰 蹲下來 來 一、二、三 起來 好 這樣的傷害是會比較造成 好 好 那 後來就是 欸 嗯 赤料袋 也是我們很常用的一個搬運的工具 欸 它可以來裝碎石 裝泥土 然後 我們去就是 裝到重量 袋培 喔 一、二、三 鄉長說雙超漂亮 有時候很重的東西 我們可以兩個人 好 小米跟豬都很好 小米跟豬都很好 很重的 大家記得 在拿的時候 其實這個袋子是有點會滑的 所以我們 要視角表一下 增加它的摩擦力 增加我們的手部 你用它的時候 拿一起來 好 一、二、三 一、二、三 好 下來 一、二、三 下來 好 那如果再有大石頭 今天我們都能應該回避島 但如果再有大石頭 再會再 一個 塑 一個 八 八 八 二、六